我要提醒您身体莫名出现淤青时 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有名正的手腕突然出现一整圈的红色淤青 让他非常着急求问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而将那贴文曝光之后 有网友联想到韩剧的剧情 但也有人提醒他 这可能是会致命的急性白血病 手腕处莫名出现一圈紫红色淤青 一米男子的手腕就像这样子 在不知不觉之间突然冒出整圈淤血 把他吓了一跳 着急询问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结果有网友联想到韩剧剧情 开玩笑说是被恶鬼找上门了 千万别开门 但也有人提醒这可能是会致命的 急性白血病造成的直呼药 赶快就医 大概一个月看到会有四五个 觉得身上有一些不明原因的淤血而来门诊 有些病人是淤血比较大片 假使说白血球异常的人比较高的话 那血癌的可能性就要必须第一个考量 医师分析如果是年轻人出现淤青 一般会先怀疑是血小板 或者是自体免疫异常 如果是年轻女性则会考虑是否有红斑性狼仓 但要是长者身上突然冒出淤青 则是会怀疑是否是肝功能出现问题 或者是服用抗凝血药物有关 最糟的情况则是有白血病的可能 因为当血癌细胞占据骨髓时 血液无法正常凝固 就容易出现大片淤青 而从淤青的颜色深浅也能看出短泥 大面积这个淤血 为什么颜色会比较深 事实上是它好几层 淤血是一层一层跌上去的 一直持续在扩大 而且还有其他的淤血一直出现的话 就要高度怀疑有其他骨髓的问题 如果是突然小范围冒出 可以透出原本皮肤颜色的淤青 比较有可能是跟血小板异常 或是服用有关 但如果是全身多处有出现 颜色深到有如白灌一般 暗红色淤血 医师者建议要立刻就医检查 记者 未经议 凌亚 凌亚 报导